無法飛,唯有望梅指引 京都開始回暖 踏入梅花季節 就來回味一下去年的梅花盛況 最美的一定是城南宮 走入收費區 就會見到150棵枝碎梅 全部都是粉紅色 整班農友究竟在拍甚麼呢? 原來是明景、枝碎梅和山茶花 如果在免費區裡 就只有鳥居旁邊的一棵粉紅枝碎梅 不過都可以看到巫女用神樂靈來祝願招覆 兩規模的話就要推介北野天滿宮 有50種1500棵梅樹 整條路都是不同顏色的梅花 大約66,000平方米 就是到處都有梅花 園區還會加裝飾 晚上兩燈之後更漂亮 臨走前記得吃和菓子 喝梅茶 還要去梅宮大社 梅園有450棵梅樹 大約35種不同的梅花 整個天都是不同顏色的梅花 好像走進了梅花隧道 最後推介青谷梅林 20公頃的梅樹林裡 有一萬棵梅樹 因為食用的梅樹樹身比較矮 所以方便打卡 在梅祭日還可以買到當地產的梅乾 希望下年都可以親身去看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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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ari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